依稀记得18年杨超越的自我介绍 黄子涛照例询问 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 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 评委们都被逗笑了 就这一句朴实的话 也让全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乡村女孩 她真实地表现着自己喜怒哀乐 大方承认 一直感觉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女团吗 虽然杨超越唱跳街不佳 却认真完成女团的工作 在最后的女团毕业晚会上 她吐露心声 老天她不一定是爱聪明的人 她的万分之一 也会重新到我们这些笨小孩子 正是杨超越的不屈不挠 成就了如今的她 出生于江苏延城一个贫困家庭 杨超越从小与老父亲相依为命 家里太穷尚不起学 就去打工 初中文庭都没有的她 只能做些底层工作 你还做过什么工作吗 捡过拉链 还有缝过缝纫机礼布 就是那衣服的礼布 还有咖啡厅 端盘色什么的 受伤也是常有的事 去工厂上班 左手十指 因此不能弯曲 尝遍了人情冷暖 能进入娱乐圈 也是看中了 就是那个有个通告 两千块钱还管饭吃 不会跳舞 不会唱歌 还爱哭鼻子 偏偏还能高位出道 这些种种 让杨超越被全网黑 却能为平台带来百万流量 杨超越就像一个游戏伴 凭借着锦理人设 莽撞地闯进娱乐圈 偏偏还闯出了名堂 对于杨超越本人来说 她很珍惜着 来之不易的名气 与工作机会 或许因为以前吃过苦 杨超越的情商也很高 面对分踏而至的恶评 也能坦然面对 不会以自己的名气压忍 被人嘲笑没上过大学 甚至连初中都没上完 超越妹妹 对于这条评论并没有忽视 而是主动回复 那你很幸福 听说大学生活特别美好 她真诚地感谢着每一个人 就算是恶评 也能好好回复 真的被温暖到了 杨超越真的是人间清醒 保证不当恋爱脑 当其他粉丝 都劝着自己的偶像 别谈恋爱时 而杨超越本人 就已经非常清醒 只要被问到了恋爱问题 都会直接了当 表示自己 杨超越是吃过苦受过累的 在底层跌打滚爬过 深知赚钱的不易 也把握好每一个机会 对她来说 努力赚钱为家人买房 这才是最重要的